現在得獎的是永和更新醫院的陳藥醫師的致詞 還有各位辛苦的媒體朋友 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大家好 那我真的還是要不免俗的感謝一下新北市衛生局 舉辦這個優良藥師服務卿 然後能夠藉著透過記者朋友們的報導 讓更多的社會大眾知道 其實在某一個角落裡面 有一個默默編語的一群藥師在付出 然後為他們的用藥安全把關 也是非常謝謝你的朋友們 那對於我這次能夠在臨床服務這一塊得到獎 當然也非常感謝平穩的肯定 那這個獎對我來說 也要透過一下我的名字 因為我已經服務了三十一年了 所以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真的是一種鼓勵一種肯定 當然也是一種責任 那剛才默奧師他非常有國際管去一顆洋水 那我跟他不一樣 我是土生土長的臺灣土雞 那我職業三十年對我來說 我的經驗告訴我說 其實我們在病人的需要上 就看到我們的責任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要發揮我們專業的藥師專長 然後為民眾服務 提供最好的藥師服務 那在工作上呢 其實我從今天做起 那我知道調劑其實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那我一直很努力的在營造 在規劃一個讓藥師能夠很安全 然後減少錯誤的調劑空間 讓整個調劑的環境是非常好的 讓藥師能夠減少意外跟疏失的產生 讓民眾能夠拿到最安全品質最好的藥品 那這是我在工作上一直非常努力的 那當然對於病人的部分呢 我也一直希望我們的藥師呢 能夠多一點安心 關係和安心 然後用非常親近 然後一等的語言呢 為病人解說藥品如何使用 那我們透過一次一次的分析 讓病人能夠知道說 他要在什麼時間服用正確的藥物 然後呢 他們的服藥師主體能夠提高 在服用藥品以後呢 能夠解除病痛 這是一直我在工作上的目標 所以呢 我會覺得 還是剛才影片上也有說 如果藥師安心 說錯誤 應該是說 藥師用心 病人就會安心 所以呢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每服務一個病人 對我們來講 都是一個學習一個成長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只要看到病人 他解除病痛以後的一些 對我們的效果 可能就是對我們最大的回饋 也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那 這是我在工作上一直秉持的 也希望我們的藥師 能夠以這樣子的態度 服務我們的病人 那剛才許局長已經把我們 永根好的部分已經說得很好 好像讓我覺得 我們應該下一屆可以爭取 最佳優良機構獎 因為我們真的是一個地區型的醫院 我從六個藥師開始 到現在二十四個藥師 我們一直都是地區醫院 在地服務做我們的目標 所以我們一直 雖然我們不是地區醫院 那我們希望我們能夠 有趨力級的服務 所以就如同許副局長說的 我們第一本主張經理 可能對其他大英來講 那個沒有什麼 可是對我們來說 六位小小的藥師 要做這件事情 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當然現在已經資訊化了 整個電腦都資訊化 我們從手工做一道資訊化 到現在為了讓不能副服的病人 能夠很好的提高他們的藥師服務組織 我們一百年真的很努力的 進行了全千萬人藥的調劑 那更為了安善病人 消息不及大到 我們已經可以提供 在地化的化療病人的醫療服務 真的讓中永和地區的病人 不用跨院去游來入 所以這個一直是我們 有跟藥劑科的療癒方向 那今天得到這個獎 其實我要非常感謝我的藥師群們 沒有他們的力量 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更不會有有跟藥劑科 那再次感謝西北市衛生局 還有工會的努力 讓藥師能夠出頭 讓大家能夠知道 那當然我們也有更多的責任 那我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以上是永和軍軍醫院的藥醫師得獎的致死 接下來我們請 我們請